姚陵位于林坟市城东姚都区大洋镇北郊村西 北涝和北岸 林秋极周边古柏茂省 市称神陵 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林坟 实地探访了姚陵 感受其中所折射出的姚文化 传说地摇架崩厚 民众万分悲痛 送葬之日 人们居处成山而成陵 陵前著有此语 相传为唐初所见 经太和二年碑文载 唐太宗征辽 曾驻碧于此 殷叶姚陵遂宿己相 后来元代中统年间 明成化 清雍正乾隆时期 都曾对姚陵重修过 此内现有山门 台放 厢房 县殿 请殿 碑亭等建筑 姚陵当中留下了几代 王朝君王及民众 对这位文明始祖 虔诚拜业的点滴 据当地人介绍 很多人在清明节时 都会到姚陵 姚庙逛一逛 置身姚陵之中 能够清晰感受到 历朝历代 对祭祀和拜业 帝姚陵的重视 无论是国家层面 和民众层面 对于姚的祭祀 历代都比较重视 第一个 姚和翠 姚翠时代 它开放了一个 中国历史上上古文明 发达的那个时代 它给民众带来的扶持 从姚翠之后 后来都认为姚翠的时代 是人们一个生活安居乐业的 一个理想的时代 姚翠这个意见从中 作为地方文化兴起的姚文化 远远流长 可推至龙山文化时代 姚顺宇时期 随着近年来相关考古成果 尤其是陶寺文化面貌的逐步揭示 姚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得到进一步证实 广义上说 姚顺之后的典籍记载和研究 可称之为姚文化研究 学者认为 在姚文化研究过程中 应当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